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三晚繼續開市 恒指今天低開的 低開46點 但是開市位25,668點 也是全日的最高位之後的高壓有所增加 上午最低就落到25,521點 最多就已經跌過193點 下午的高壓就略為減輕 收市報25,650點 跌64點 跌0.2% 成交就縮回 今天成交只有1,097億 國指今天就收報9,193點 跌33點 跌0.4% 科指今天就收報6,672點 跌40點 跌0.6% 想問一下Ivan 今天指數牛洪政的資金流 有什麼變化可以看到 是的 今天如果你說看指數牛洪政方面的資金流的話 比較多的資金都是趁大市略回的時候的話 就開回少量的口倉的 但是就看回 其實昨天也提到 就是25,550點 都是一個短期的技術支持位 如果說看好朋友的話 密切留意著這個位置 今天就看到大市略為回吐 但是回吐的幅度不算太大 不過就看看究竟是後市在這個位置 儲力再向上 嘗試這個下跌裂口的阻力 還是最終都是未能夠突破而掉頭 跌穿25,550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看到有少量的資金進入場去買一些牛證 不過同時其實都看回 如果看回紅證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也有些資金在紅證上面來講的話 選一些大炮 比如說26,1、262這些收回價的選擇的 好 今個禮拜科技股會陸續出這個軌跡 所以都是市場關注的焦點 先看回已經出了逆跡的騰訊 EVA的走勢都轉強了 今天就進一步再試昨天的高位509元 收市也是以前的最高位收市 升了6.5升幅1.3元 騰訊的輪證資金做很多還是做很多? 是的 今天看到股價繼續上行 也看到騰訊的股價是以日中穿高位收市 收回509元這個稅威 早段其實看到騰訊能夠逆市上升 一度是吸引了資金一路是加沽倉 加潑倫 加紅症 美市有部份的淡倉就先停倉指示了 但是同時其實就看到好倉方面 昨天過夜的好倉也都有些食股的情況 暫時的股價你可以說從資金流看的話 很有可能覺得成交上面都是比較低的 不是說看得太過樂觀 但是淡友看到騰訊股價一直都不下降的話 其實都不敢說在這水平加得太重的膽倉絕了 至於近來強勢的京東九六一版 今天走勢是偏遠的 收市報335元跌了3元跌了0.9% 因為明天就會出季跡了 在出季跡之前 市場人前都可能會再取觀望 令到股價是在那裡整股的 但是卵政市場那些資金有什麼部署呢? 是啊 如果你說看回這個9618的話 其實它的股價在這個季跡前 其實變化就不是說太大的 至於如果你說在熱水平的時候 究竟好倉還是淡倉的資金多呢? 淡倉量多一點 畢竟我想它的股價在公佈季之前 其實都是累積有一定的上升幅度 這幾天遲遲都未能夠再一步突破的話 開始吸引了少量的資金 就駁它在職後去回套 但是就要看回我想你對那個業績的看法是怎麼樣 畢竟我想業績後的股價都可能會有些波動的 如果現階段可能想看一個方向 就想用獻生工具去保存 可能在那個注碼上暫時都要控制了 因為股價橫行了幾天 如果說真的做一步破頂的 有機會就可能上到370、380元這些位置 但是如果說橫行幾天都突破不了 如果剛好遇上出了業績 未必說符合到市場預期的話 也不排除它有機會落到300、20元以下的水平 阿里巴巴都是同樣在明天公佈規矩 看到它那個觀望的氣氛更加濃厚 股價今天高低波幅兩元都不到 最高165.1元 最低163.2元 只有過9人錢的高低波幅 收就收164.8跌4毫跌0.2% 投資者是不是都是等它 就是衍生產品的投資者 是不是都是等它的軌跡出呢 是的都是的 不過今天看到美市 相對比較多資金 就是入場去加好倉 可能他們覺得橫行了幾天 大概是160多元的水平的話 看好覺得它這份軌跡 應該有機會令到它的股價進一步有所反彈 如果說看回軌跡方面的因素 公司就應該會在 明天的未股交易時段的時候 才去公務業績 所以如果你說要看股價的反應 就應該是星期五的上午 我們回來就會看到那個股價的反應 即是說明天如果說 就是你部署軌跡的最後的一個交易時段 如果看好的朋友 你可以看回它的股價有沒有機會 是下回軌跡160元的邊 近期其實160元的邊 都是一個比較有比較好的承接力的 不行的話 如果說股價在之前都已經是向上 或者變幅不是太大的 可能那個駐馬上面 也都是跟京東一樣 會不會是用那個駐馬控制的方險 畢竟就是股價近期都是160元的 留下就已經是反彈上來了 嗯 美團就要到下星期五 11月26日才公佈規矩 都看到它的股價近期 就在250天線那裡增持的 今天就收報292.6元 跌了4.8元 跌幅1.6元 美團方面的衍生產品 資金來有什麼制度呢? 美團的話 其實看到那個股價 今天都是突破不了300元這個阻力位 不過就開始多一些資金 就是入場 可能是買牛證啊 或者買call 就覺得它的股價後市有機會 是突破300元這個水平 跟昨天有一點點不同 昨天我們在說有資金有做好 也有資金去做膽 今天看到股價稍微回落的話 其實追買call 或者牛證的資金量 就會留意多一些了 似乎淡油方面 可能昨天的入場都是綁合短視回套 但是看到整個股價稍微回的話 吸引出更多的很有入場 嗯 最後呢就看了 港交所 是的 港交所 因為剛才直播的時候 都有網友問港交所買不買得的 因為它近期的股價都窄幅波動 但是我看法就是港交所 有時候就不可以用這個圖表去 預測它的走勢 因為它對成交啊 對IPO的市場那個 是非常的敏感 如果突然之間成交大了 或者市場繼續上衝成交大了 它的股價可能又會 突然間是會轉強的 但是最近它的證股的波幅比較窄 它那些衍生產品那個成交方面 或者資金流方面 有什麼看到呢 是啊 其實就是它的股價表現比較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大市升了上來 但是它的股價還在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所以昨天我們看到 都有多了資金入場 就是薄它的股價可以在後市反彈 不過因為這個股價就和大市一樣 波幅越收越窄 在這段時間如果你說用call方面去做部署的話 要留意你用那個call 會不會年期比較短 或者價幅度比較大 如果是這兩個情況下的話 就不是太適用的 因為都擔心那個影響波幅 可能有進一步回落的壓力在這裡 如果你說我想在60元以下 可能是做一些短性的好創 都是薄10元、8元的幅度的話 可能在現階段可以考慮一下 譬如是牛症的產品 始終就免除了影響波幅變化方面的考量 就比較適合正如現在的走勢 好 講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第二次的時間 師傅 看回大市今天就在高位整顧 沒有跌穿25500的短線的支持位的 但是似乎早段的時候一度是跌幅收窄上 是嘗試一些高位 但是又不是很夠動力的 那個恆子還是受制25800的一個下跌列口阻力 是啊 因為恆子現在升穿20天線之後 接下來會有兩個重要的任務 一個就是回補10月27日那個倒營頂的下跌列口 還有另外一個任務就是嘗試去挑戰100天線的阻力 100天線現在都降到去26000的位置 而且還在降的 但是由於這兩個阻力位都是大的 所以呢 相信恆子就要在這裡再儲力在這裡整顧 然後呢 才會有力回補那個下跌列口 或者是挑戰100天線的 那只要不跌穿25200的那條50天線呢 那我相信恆子都在這裡整顧著之後呢 會嘗試去回補下跌列口和挑戰這條100天線 好 如果大家看好覺得恆子後市是稍微整顧之後 可以向上突破 挑戰25000的水平的話 牛證產品的選擇比較進取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這一隻就是51181 51181收回價25327點 一萬對一牛證 槓桿比率提供有超過60倍的 69倍的槓桿比率 至於遠一點收回價的牛證的選擇 就有一隻50841 收回價就是25100點 一萬對一的牛證的選擇 槓桿比率提供有大概是49倍的 至於淡倉 如果看淡 覺得大市可能會向下調整 考驗25500的支持 或者稍微有機會跌破的話 比較進取的投資者可以參考紅證選擇 有隻65515 6515收回價就是26029點 一萬對一的紅證 槓桿比率大概是45倍 至於如果想放高一點熊證的收回價的朋友 可以參考另外一隻 收回價放66200點給這隻熊證 64566 那它的對會比率就是一萬對 一個公關比率大概是34倍 嗯 接著我們看個別的股份 再挑戰上個月的高位515的阻力 騰訊的論證可以怎樣選擇呢 是啊 看到它的股價繼續是十級而上 也要日中的高位收市 後市看第一個的阻力位 押近515元的水平 如果說繼續看好的 覺得騰訊的股價有機會突破這個阻力 再挑戰下一站 就是530元這個阻力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認購證選擇 有隻26452 26452的騰訊認購證 行使價600元5毫子 那這個call就是明年的2月底到期 實際的公關比率就是大概9.7倍 那相反如果看淡的 覺得騰訊的股價是會有所回落的話 那暫時都是收回515元左右的阻力 但是可以留意一下認購證選擇 有隻21725 21725這隻的騰訊認購證行使價425元 明年的1月底到期的put 這個put提供的實際公關比率大概是10.5倍 另外也可以參考騰訊的一些牛紅症的選擇 牛症方面可以參考 也有比較高槓桿的牛症 有些是明天新上市的 比如說這個51487和51488 51487收回價就是491.8 至於51488收回價就是485.88 都是兩隻比較貼價高槓桿的牛症 就是51487和51488新上市產品 至於淡倉的後膏想做淡 可以留意一下紅症的選擇 有這個53450 53450這隻騰訊的紅症 收回價533元 共關比率就接近17倍 京東明天就會出貴積 可不可以就它的衍生產品 在貴積之後的部署給大家建議 那貴積如果覺得它的股價有機會 會受惠這次的貴積 向上可以突破340元這個區域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京東的call 有一個25665的京東call 25665的京東call 一成一價外幅度 行使價372.8毫升 明年3月份到期 這個call的實際槓桿比率 就是大概6.7倍的 至於如果說京東方面的話 想用這個牛紅症方面的工具 因為在渡輪方面來說 可能的衍生波幅都去到40-50%的水平 想選這個牛紅症的 對應剛才這隻6倍多槓桿的 一些京東的牛症的工具的話 譬如可以參考一下 60314的京東牛症 收回價是288元 槓桿比率大概是6.4倍左右 可以大家用回我們水準網站上面 也有一個就是 就是渡輪牛紅轉換器這個工具 就可以選擇一個槓桿比率 和卵政方面來說 是相約的一個牛紅症的產品 但如果你說我想再進取一點點 我比較看好它的業績的話 想用高槓桿的牛症 也可以留意一隻收回價 放在300元上的牛症選擇 就是51167 51167這隻京東的牛症 收回價是308元 槓桿比率有大概10倍左右 至於看淡的朋友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雄症的選擇 就有京東熊66228 66228收回價是358元 供光比率大概是11.6倍的 上一次就提到 阿里巴巴的股價 要對季跡反映要等到星期五了 到時它的卵政 可以有什麼部署和我們先說 好啊 看看大家是否想做一個 即前的部署 如果說即前都想做一個好倉的方向的朋友 call方面選擇可以留意一下 有隻24690 這隻籠也有些資金是流入的 這隻症行使價是200元兩毫 明年3月底到期 實際的槓桿比率大概是7.1倍 另外如果你說看牛紅症方面的產品選擇 牛症的選擇可以留意一下 有隻60390 收回價152元 槓桿比率10.3倍 至於淡倉 紅症方面的選擇可以留意一下 58350 58350 收回價180元 槓桿比率8.9倍的 嗯 美團呢 還有個幾星期 下個星期五千公布季 這段時間 究竟可以怎樣部署買賣呢? 是啊 美團方面來說 股價暫時還是受制300元的阻力 不過開始就多了資金 就入場做好那邊 覺得它的股價後市有機會向上突破的 如果看好美團的後低部署可以留意一下 美團的call 29544 29544行使價340元兩毫 明年一月底到期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7.7倍的 至於如果看淡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PUT方面的選擇 PUT方面的選擇 也有一個 是美團PUT 就是277 277行使價242.22 明年一月份到期的PUT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7.2倍左右 另外如果你說牛紅症方面的選擇的話 美團的牛 看好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有隻50850 收回價275個白紅白 共甘比率13.9倍 淡倉方面的選擇 就可以留意一下 有美團的紅 61000 61000 這一隻的美團紅 收回價就是318元 共甘比率大概是9.4倍的 通常年底前 這個IPO市場都會更旺 有消息說這個網易雲音樂 已經通過了港交所的聆訊 接下來會在年底前上市 集資可能10億美元 另外 中國最大的免稅店之一 中國中聯 也都傳說它在香港第二上市的計劃 就獲幣集資大概50億美元 如果IPO市場旺翻 帶動港交所股價 升回它的倫值又可以怎麼選擇呢? 看到港交所的股價 暫時都是一個比較低的波幅 在這一段裏面 如果你說覺得 剛才你說過的一些 新上市公司的一些資訊 是對港交所的股價 短線有機會有一個刺激的 想後低做好 可以先考慮用牛證的工具 牛證方面如果看好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收回價 大概450美元以下的一些產品選擇 比如說中距離的62318 收回價438美元 提供到的槓桿比率 都有16倍的一隻 港交所的牛證的選擇 相反如果看到大市成交 都繼續走低 或者大市是未能夠在一步 向上突破而回落的 覺得屆時港交所升不上 可能跌的時候反而那個跌幅會比較大 可以參考一下熊證的選擇 就有這個56194 56194它的紅證 這個紅證收回價是498美元 那共感比率大概是11倍左右 好 今晚時間差不多 我剛才提過股份Ivan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我都沒有的 明晚跟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